经过妈妈咪亚三周复赛的激烈竞争 共有六位妈妈脱颖而出 但是残酷的淘汰让三位观察员心疼不已 他们决定再给那些遗憾离开的妈妈最后一次机会 今晚三位观察员将各自挑选两位妈妈进入复活赛 究竟他们会做何选择 来 首先有请出来 我的第一个选择是 齐文 人生只有一次 我应该彻彻底底 真真正正为自己活一把 你现在我紧张一下唱歌这个梦想 只要有一个人支持我都会唱下去 我觉得应该给你更多的一次机会 让你找到一种力量 用你的歌声抚慰所有 甚至我自己希望你能做到 加油 好好准备 做我第一个选择的是 徐杰 感觉是有一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可以坚持下去 让我去做出这个决断的时候 并不是你 而是你的儿子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这个儿子还能在这么一个健康的态度 跟妈妈交流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妈妈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这个特别感动我的地方 谢谢 我要选择这位妈妈 在我们妈妈咪亚的舞台 转变够大 我的 第一个选择的妈妈是 郭丽蓉 我妹妹是一个平凡的人 走一个平凡的地方 能走上这个舞台 我真的为她骄傲 我希望她走了更远 我对你的淳朴印象深刻 我希望接下来再给你一次的这个机会 你能够更充分地展示自己 掌握机会 争取属于自己的舞 接下来陈磊 当她登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能够给我们的比赛气氛 增加一点轻松和活泼 所以我选择的是 诗运慧 我想赚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我要给我爸妈妈 给我儿子买一套很大的房子 尽管你说我长得很丑 我依然支持你 你刚才 你怎么可以跑到轩薇那抱了一下干嘛 什么意思 你们关系很好 是吧 妈呀 我下个选择的也是他 轩薇薇我选的是你 我就是要在这里 演一个童话故事给我儿子看 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看你再跳一次 告诉更多的中国女人自信地走出来 再舞动你的身体唱出你的歌来 这已经五个了 最后一个名额了 今天的最后一个名额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乌瑶 我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胜利 我想赢你 六位妈妈成功做活 她们将在六强妈妈的帮助下 争夺最后两个进入妈妈咪亚终极绽放业的名额 妈妈咪亚复活之夜 一触即发 做女人就这样 妈妈咪亚由国际品质奶粉银专家 美独家冠名播出 最终获胜的妈妈 有机会获得国际品质奶粉银专家 非美提供的瑞士亲子游 最后的三强妈妈将获得 由周大生珠宝倾听提供的钻石皇冠 感谢哈根达斯为节目提供了母亲节系列蛋糕 祝愿全天下的妈妈健康快乐 同时所有通过微博 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方式参与节目互动的观众 都有机会获得网上超市一号店提供的电子购物券 还将有机会获得由香港新世界百货 上海巴黎春天百货提供的购物券 现在让我们欢迎三位观察员兼领队和他们的队员 掌声欢迎三位观察员入座 那我们的比赛呢将分两轮来进行 第一轮将会由两位观察员派出两队选手进行PK 由第三位观察员决定这两队当中谁胜出 然后可以进入下一轮的比赛 哪两位妈妈可以成功逆袭 将由我们101位观众评论团的成员来决定 那么各位妈妈 现在心情比较紧张的话请大家平复一下 然后到后台稍作准备 马上进行今天的比赛 谁先派自己的队员上来 我先派 我首先选择是轩薇薇 而且帮轩薇薇唱的我选择是孟文 成为选谁 我毫不犹豫地会选择下面两个人 叶丹和奇文 那咱们先有请第一组 帮徐杰找了一个帮帮唱的妈妈是陆安 陆安是个大声 徐杰的声音偏系 他们两个声音结合起来 肯定有不同的化学法 但是其实我更注重的是 希望陆安能够从徐杰对生活的态度和坚强当中 体会到做母亲的一个责任 我最担心的就是我跟陆安嗓音的不同 不知道合起来感觉怎么样 我很怕我的大声门影响到徐杰的发挥 所以我一直就忍着没有敢放声地唱出来 我就是练歌的时间实在太少 下午的比赛我上午还在透析 排练的时候他身体一直都吃不消 我要坐下来唱 累死了 你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他还是那么阳光 特别他儿子非常的可爱 这天跟我儿子玩在一起 就是好哥们一样 其实这次复活赛虽然是帮徐杰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是在帮我自己 因为这首歌它包含了我所有的感情 妈妈我想对你说 花到嘴边有烟香 妈妈我想对你笑 眼里却点点泪花 哦妈妈 热光里的妈妈 你的黑发 放起了双方 哦妈妈 出国里的妈妈 出国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无畏格 失去掉光环 妈妈呀 你愿意长大 不愿牵着你的眼睛 你走过春秋冬夏 可战 啊 他们在尊重点雨 不再提醒你啊 Oh 妈妈 祝福你啊 你的眼睛为何失去掉光滑 妈妈呀 女儿你长大 不愿牵着你的眼睛 Oh 春秋冬夏 谢谢徐杰多安 来 有请 这又是 我今天早上刚透析 会会出眼 因为是动脉它血会飙出来的 然后要压住它 对 我曾经问过她 我说为什么不换一只手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她透析的话 她先有做一个小手术 预埋 对 预埋 所以只能在一个手 所以全是坑 其实在他们唱的时候 音乐方面 我根本没有注意到 每次我看到徐杰 站在台上以后 她已经感动我了 而且包括看到 陆安那个变化 陆安的眼神当中 那种母性的释放的时候 我已经被感动了 我不知道金金姐 这样一对组合 是你专门挑的吗 是我挑选出来的 把他们俩放在一起 你知道为什么吗 陆安是为了音乐的梦想 曾经放弃过 对孩子的关注 嗯 徐杰在这么多压力下 她对儿子的教育 一天都没有放松过 嗯 所以他们俩交流当中 我估计会对陆安以后 会有产生一些影响 有没有 有吗 虽然今天是帮帮唱 好像是我在帮她 嗯 真的其实在这几天 接触当中 其实她教会了我很多 做妈妈的一些诀窍 我本来就是育儿专家 我做早教老师的 对 对 包括她的儿子 感染了我的儿子 对啊 我们我们那两个小孩 一整天都在玩 王一帆 嗨 咦 真的 金姐 你的组合 从目前来讲 在这个环节上绝对成功 是的 这是我最看好的一点 从这音乐方面 我真是不敢太多嘴 但是 情感已经把你给压趴下了吧 这个 坦白说 以我的职责所在 是不应该讲你们太多好话 但是我 是真的蛮佩服金星 这个选择 这个安排 同样是唱 妈妈 跟妈妈有关的歌 一个是比较温柔的 一个是比较刚强的 一个是比较刚强的 像陆安唱的妈妈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唱妈妈这样 妈妈 是用这样的方式叫妈妈的 你妈妈 你究竟是在帮衬还在拆台啊 我的角色是该拆台的 我被他骂了我还帮他数钱 那种 我一直觉得唱歌到最后追求的 不是一个完美 而是一个动人 有时候唱歌 你觉得说 这个人唱的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会被他感动 有一些人唱歌 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的完美 可是却深深的打动着你 有这个点评就够了 对吧 说的好要动人 要唱的动人 我这么说的目的是 你待会会更佩服我的选择 好吧 我当巫妖选的搭档 会让大家跌破眼镜 那就是当时打败他的安眠节 你可以想象一个白天鹅 跟黑天鹅的组合 在舞台上绝对是漂亮节 而且我相信 从敌人变成朋友 这产生出来的火花 绝对不同奔强 当我听到是安眠节 帮我帮忙唱的时候 当时我在想 他能帮我好好唱吗 我们两个复赛的时候 就是他把我PK下来了 我的这一票 都给安眠节 怎么又是他呀 又碰上了 帮不帮得 我得想想 我需要一桶摸镜 一桶摸镜 哪里 你忘词 他怎么忘词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故意的 我生了孩子后 老子就不够使 老是忘 什么都忘 我觉得他还是很具实力的 一个对手 我要复活 我要再给你比一场 那你今天看你表现怎么样了 那你看你词怎么背下来了 不一定 不一定 我带着气氛最异灾的清醒 满山一架门口 你感觉能搜索 为你探索而飞去 又而飞去 让我交情投注 一颗心血空 分手的无种原因 拥抱的理由 你都说 不用rehearser 我需要一朵冰花 一条毛巾 好在清醒之后 不愁上加仇 爱点什么 叫人生都相信想不开 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 跳一段酒醉的蛋糕 叫剧头不错失踪 温暖的 雪青的蛋糕 顾买了 我的女友 我愿意把她 还是把她 什么刺在我的右手 静静迷远走 你把所有还是所有 上梦丢进了垃圾 都握开这么久 爱变什么 笑人想都相信想不开 你为什么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 跳一段酒醉的蛋糕 叫剧头不错失踪 温暖的 却心的蛋糕 顾买了 我的女友 不错失踪 武阳明杰有请 让我的女人站到中间 做这么长生节目 头一次听到舒俊老师在里叫的 耶 但是你别说舒俊老师 我认为你这个选择绝对大胆 因为在复赛就是她把她给干掉的 没错 大家看到他们的竞争 我那时候就已经看到他们的合作 我那时候在想说 这两个妈妈摆在一起 绝对是妈妈咪亚最漂亮的一道风景 今天我是非常惊讶了 今天安敏捷竟然是以男生的这个装扮出现 开始的时候我也抢着来的 我说我扮男生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 从肩宽呀 腰围呀 腿呀 脚啊 最后两个一起之后还是 她更男人一点 其实我也想扮男人 哦 所以是抢输了当女人就对了 对对对 哇 你看这对妈妈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一个叫明星脸妈妈 一个叫不喜脸妈妈 哈哈哈 明星脸对上不喜脸你看 但是不管是什么脸 我觉得你们今天的表现 真的很给我脸 我相信金星老师 你自己坦白说嘛 我我我我赞同我赞同 在表演当中我下意识的 我已经忘记了我的位置 我下意识跟那个苏俊说 哎呦 不错耶 安敏捷他俩配合的很好啊 对 我得问一下乌瑶 能当苏俊老师给你做这样一组合 让安敏捷来帮你帮忙唱的时候 你有没有怀疑过 没有 才才怪呢 没有才怪 我当时还有 还有 顾虑 能帮我好好唱吗 后来我们两个人一起相处 包括 这首歌 嗯 他都在一直帮我 帮我练习啊 帮我挑一些毛病啊 什么的 哎这人挺靠谱的 挺好 我之前一直不靠谱 嗯 自从我跟安敏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 我俩 我俩 你感觉这特别像我俩的婚礼的感觉 自从嫁给你之后 原来就是放开了是这么开心啊 这么开心啊 现在俩人很好的朋友对不对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我们俩去看电影了 去看的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 嗯 一开始他就是 就好像是哭 我是特感动 有一段那个 他那个肚子小孩踢了他一下 嗯 就因为当过妈妈的人 又想起来自己当时 哎呦 我就觉得他一说那个 哎小孩踢了一下 我泪流满面 嗯 然后我再一看他哭了 我的感情其实挺简单的 嗯 不需要那个游艇和法式 法国面包 然后只需要为我跑几趟街买 我喜欢吃的豆浆和油条 嗯 他就想就想找一个那样的男人 然后我就说 我给你去买豆浆和油条 所以你看你们俩哭的点不一样 一个是因为生命快乐的感动 一个还是因为有情伤 所以为爱情而哭 嗯 安敏杰把吴瑶给感染了 性格开朗了 但是吴瑶却还没有改变 安敏杰洗脸的不洗脸的习惯 他又相造洗脸 我就服了他 你打算花多少时间改变他 吴瑶 我 回家我就改变了 哎呦这个这个舞台太神奇了 其实我现在最纠结的不是我和舒俊 我们俩都是呢 对 你看 你看有一个人 崇先生 看你怎么说了 好 咱们就把这最难的题 留给陈雷 让我们接下来 我们的对结妈妈 本来是两个漂亮的妈妈 一个扮演男生 一个扮演女生 两个人组合之后产生 过去你们单独表演所不能产生出来的效果 天作之和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陈雷的支持 谢谢 陈雷听好了 下面的话 在我们中国人成长过程当中 母亲的态度也影响了咱们中国的一代一代的男人 所以我觉得徐杰和陆安 他们两位母亲用他们的态度 教育着他们的孩子 同时也给我们很多 对母亲应该怎么样去做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 压力也好 那个对生命不服输的态度 永远是第一位的 陈雷 拜托 金姐 我知道母亲是黄河 但是 以我现在的心情 跳河的心我都有 自为快乐的妈妈 来 跟陈雷老师 说说你们现在的心情 我想跟陈雷老师说 我希望你能够选择我们徐杰 她的正能量真的是可以传递 传递很远 我懂 嗯 徐杰 我来参加妈妈咪亚这个比赛 并不是要得到前三名啊 或者钻石皇冠啊 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是要把我的热力传递给大家 能够多唱一首歌给大家听 谢谢 乌瑶敏杰 我是觉得 嗯 乌瑶从一开始就像一只黑天鹅一样 然后慢慢的好像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我觉得她应该绽放得更美丽 心里面啊那朵花啊开得再灿烂一点 所以我希望你们投她 我想赢 我想再跟阿敏杰比一次 你要跟我比这场我帮你 下场我会战胜你的 我想退休可以吗 你退休可以 也要今天结束之后 可以退休 舒俊老师刚才有一个标准 影响到我 我们都追求完美 但是完美真的有动人的重要 有些人也可以做到 既动人 又完美 急死我了你快点 我怕我说出我的决定 另外的一个妈妈就会太伤心 我无法面对 你快点 徐杰 其实你在这舞台上唱的每一首歌 都感动到我 但是 对不起 今天的表现 我的选择是 乌瑶 恭喜乌瑶 安静杰来 后场休息 我不是因为我输掉 我才哭的 我是想说 你是最不爱哭的 无论生活中遇到多大的艰难 坎坷 你都是需要对人生的 其实刚才成雷念这个结果的时候 在我心里边呢 我有点安慰 其实 徐杰 可以了 太辛苦了 这一段时间 因为 你对妈妈咪亚舞台的支持 对所有妈妈带来的影响 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 但是太辛苦了 今天在开场之前 我看到你的胳膊的时候 我觉得 哎呀 就是 体力不太好 可能 唱歌的时候 我对气息 有一点影响 这样 我觉得你刚才说了 你想再唱一首歌 尽管我们的 富国赛的舞台 就此要跟你说再见 但我们想 我们愿意给他时间 我们听你唱歌 好不好 我就是 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红海阔 要做最坚强的泡沫 我喜欢 我 让香味开出一种结果 我 我 独的沙漠里 一样身房的 赤裸裸 谢谢许杰 儿子 保护好妈妈 我要帮郭立荣选择的搭档 是陈冲 其实他们 都是从小地方来 一辈子没有备受肯定过 类似的背景可以激励他们在舞台上相互扶持 绽放光 我觉得这比那个陈冲比我还要着急的 我跟陈冲在排练的时候 她会说就是 你看你这里做得不到位 那里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 就是还蛮严厉的 她的节奏啊 音准啊 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问题 真的是 太不争气了那种 陈姐对我有这么大的期望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真是把这首歌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放在水中 较远的水泽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 一百个夜有春天 你可知道我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愿意念你身心永不变 难道你不能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流连开放在水中 较远的水泽 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 一百个夜有春天 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啊 刚才是谁没有跟上节奏啊 好紧张啊 为什么那么紧张 我们在下面的时候都对的挺好的 一到上面我就 心跳得很快 你应该还好吗 我好像比他还紧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他 我看到他就像看到我十几年前的我一样 我们俩很多相像的地方 都是从小镇上走出来的 还有就是她是个缝纫女工 然后我爸跟我妈也是老裁缝 他们现在还在我们那个地方 开了一家缝纫店 现在看着他就觉得我充满了希望 我就想帮助他 就像把自己的内心的那种力量给他 对 我想给他一点 虽然我力量也不是太大 谁先说啊 亨蕾 我觉得舒俊老师不应该先说了 因为现在舒俊老师 因为刚才我们都看到的状况 他一定是忧心忡忡 我为什么忧心忡忡 我们都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你们耳朵听到了什么 眼睛看到了什么 我先解释一下 刚刚大家都会对他们唱歌的 比如说什么节拍啊 什么有个问题 我先解释一下 这其实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因为这首歌原来是四四拍的 他们改成八六拍 这是一种追求卓越 跟挑战的一个勇气 大家应该为这个勇气 献给他们掌声吧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 基本上我把它定义 就是一个中国梦的实现 原先一个是在大户人家 深处没有人知道他演唱的 能力的一个掌声 一个是缝纫女工 谁会知道他今天可以有 这样子的风华的展现 我觉得我非常以你们为荣 谢谢 谢谢黄老师 谢谢 成雷加油 我被他说过去了 群众有时候 就是被某些用心不良 动机不成的评委 这么给忽悠了 平时舒俊老师讲话 一直是娓娓道来 有理有据 今天听上去是天花乱坠 但是我保持一颗冷静的头脑 它完全是在强词夺理 因为创新固然是好事 是一种勇气 但是没有把握的创新 和闯祸什么区别的 诶 成雷说的也有道理 而且 舒俊老师请坐 要不然 我本来你一站起来 我下半句不敢说了 我觉得今天表现得最好 你继续残连这个宝座 最关键的是因为今天 晨晨非常认真 但是郭立荣 你不在状态 这是我的感觉 你没有完全的投入 你没有完全的集中精力 不知道是你放弃了 还是说你不相信 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 我怎么相信 我没有放弃啊 他真的在努力不像你说的 他不在状态 他十分的紧张 他十分在意这舞台 他每天就这两天 早上晚上他都没回家 他一直在练真的 我们上来之前他还在练 晨晨没有错 郭立荣没有错 千错万错 都是八六拍的错 听两个男人吵嘴太好了 以前经常叫两个女人吵嘴的 听两个男人 其实我们本来还能争 但是一看到 晨晨的眼泪和郭立荣 无辜的眼神 我觉得有什么话 我都烂在肚子里了 咱们看看 成雷那个队怎么样嘛 对吧 对啊我们干嘛 现在挣了半天 搞不好你那组也唱八六拍 也说不定啊 对啊 但愿不是八六拍 来有请 孙潇 诗运会 我为诗运会 请的搭档是孙潇 孙潇80后的年轻妈妈 初为人母 诗运会90后的时尚喇叭 一个是时尚 一个是民族 不知道他们两个碰撞在一起 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男一组通知我说 我帮帮唱的那个 就是六强龙人 就是孙潇 超级开心 我想 那今天我没再怕的了 排练下来 我就觉得 完了 说的直一点就是 很土的 万武生这首歌 其实还是蛮适合我 但是 就是有点为难了 诗运会 然后我实在是太阳气了 这声音 没办法驾驭 一定要把我复活 妹妹 我诗运会90后 没再怕的 我是最棒的 我诗迦 我诗迦 我诗远 诗迹 有白茫茫茫雪呀 山谷里有青黄妻子 在大风里泡呀 我看见山影在寂寞 两条鱼上飞 两条鱼穿过海一样 显得河泽 一片河水落下来 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心走身上 落满山影的灰 我看见山影在寂寞 两条鱼上飞 两条鱼儿穿过海一样 显得河泽 一片河水落下来 遇见人们破碎 人们在心走身上 松果买山影的灰 白茫子 保松暖冲键流 宝石 哎,刚才下来我发现你们俩 一个穿鞋一个不穿鞋 赤脚的不怕穿鞋的 那你干嘛不把她的鞋也脱了 春夏太矮了 为什么呀 我比她本来就矮很多 再让她穿高跟鞋 而且今天 我觉得已经 很照顾我这个二妹了 你们俩是来帮帮唱 还是来互吵架的 书军老师你先说 成磊你先别说 刚刚我们那组 水乳交融 两个人互相扶持 你看今天这组 这两个一出来 分开来看都漂漂亮亮 放在一起 兜得可凶对吧 你看你看马上改变 做一个给他看看 只有家人才能有这样的默契 是吗 对不对 他们刚刚的内斗 他们已经好到 可以互相斗嘴了 他们刚刚那个内斗 是像家人之间的内斗 那就是你们俩 现在像家人一样 在斗嘴了 刚刚那个演出 坦白说了 是还不错的 哎呦 谢谢 感觉总是有一些缺点 但是我暂时讲不出来 缺点我可以来说 看你们的表演 万物声 真的有一种见鬼的感觉 欠女幽魂 你是这里孩子最小的妈妈 你是这里年龄最小的妈妈 自己觉得自己真的当妈了吗 看你们这表现 哎呀说实话 没有 我 她没有 我有 可喜欢 你自己有个小宝宝 而且我育儿精 比孙肖厉害 是的 就是说你虽然有一个妈妈 但是她教你做妈妈 对对对 这么快乐的一对小精灵 和刚才那么深沉的一对妈妈 那究竟结局会什么样的 将会由金星姐来决定 让我们有请对决妈妈 陈琛 郭立荣 四位妈妈 请上对决台 这一组的对决 将会由金姐来决定 那么 施君老师和陈雷 现在轮到你呢 跟金姐说点什么 郭立荣 陈琛 在原来的环境下 我相信你们都没有想过 有一天 你们可以站在这边 唱歌给这么多人听 今天你们自我挑战 比其他 人所表演的歌曲 难度都要来得高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而且支持这样子的勇气 特别是金星老师 谢谢 我全听进去了 我在消化一声 每一位妈妈 她们在舞台上 都是每一步 都是在完成自我的超越 百分百的投入 没有好坏 高低 不可比 但是为什么 金姐可以比出来高低 好坏 因为金姐董行 行 金姐在消化消化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四位妈妈 我有一句话 特别想对陈雷老师说 就是您刚刚讲 说我要放弃 其实你说这句话 我其实眼泪哗啦啦 我就想下来的 但是我憋进去了 真的要放弃的话 昨天我接到这个伴奏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 就说我真的跟不了 但是我一直在听 我一直在练 就算我会唱错 我还是要唱 就我就是喜欢唱歌 这没办法 就即使唱错了 我还是要这样唱下去 若是我不唱的话 我永远都不可能唱对 郭立荣 我并不是觉得你的表演好或者不好 我没有那么想 当一个人生活当中 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他却依然坚持梦想 一意孤行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坚强 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你的坚强 我会努力的 谢谢老师 让姐姐先说吧 虽然她从来都不叫我姐姐 我心里就觉得 我们8090也不容易的 大家都在说 我们很幸福 这样那样的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 诗运慧是90后 她还很年轻 我真的希望 大家给她一个机会 让她在这个舞台上成长 诗运慧 跟郭立荣 真的诗运加路窄 复赛的时候 也是跟她PK 这次还跟她PK 然后那一次 金星老师也是关键的那一票 她投给了郭立荣 我希望金星老师 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再有更好的展示 我还有很多技能 没有展现出来呢 比如说护具金丝鸟 我希望能唱给大家听 在两个极富理性的 男观察员旁边 他们的伶牙历齿 那种很准确 很到位的拉票 帮衬之后 其实我这个位置很难做 但是他们两 四位妈妈站在PK台上 这个画面 又勾起了我对这个 妈妈咪亚这个节目的感动 晨晨和郭立荣 唱的是野百合 也有春天 运慧和孙霄 唱的是万物声 我希望这个万物声 这首歌 能带给所有 全中国妇女们 像所有的万物一样 生长起来 为我们自己的生活 为我们家人的生活 添一份色彩 基此 我的选择是 运慧 谢谢 恭喜运慧 来 先到 后台休息 别哭 我在迎走 两位小妹妹的时候 晨晨在跟 丽蓉说了一句话 那是跟大家没听见 她没有拿话筒 她跟她说别哭 把你最灿烂的笑容 展现给大家 这真的是 姐姐跟妹妹说的话 其实 丽蓉 你的梦想 纺织女工的梦想 所有千千万万的梦想 晨姐 还会带你继续完成 在最后决赛的舞台上 理解心 晨姐加油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以后永远的 去支持我们这些普通的人 我们真的努力了 不遗憾了 我想再唱一支 可以 行 可以 唱 仿佛如同一场梦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你像一阵春风 轻轻柔柔 吹入我心中 我理解这个意思 谢谢 我谢谢 我谢谢 陈银 雷人再见 这次我是帮那个薛薇薇 选了一个帮帮唱的一个妈妈是孟文 孟文声音很有爆发力 同时也很性感 薛薇薇舞姿火辣 所以说两个性感妈妈 一定会带来我想要看到的 真正的成为母亲的女人的性感 开始看到她前面的表演 我觉得她真的很气场很强大的 而且又是唱叫新的选手 我英文就是一张大白痴 我刚把英文背下来之后 现在又给我加舞蹈了 我在想舞蹈动作的同时 我根本也不会跳舞 但是通过这次排练之后 我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发现我在我这个领域 我的气场比我还要强 在这个舞台上 欧美的歌曲没有人唱得比我好 我感谢你 in this new year 感情 on your eyes the host of god 就跟女朋友都猜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lives go on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lives can you feel like it we can't waste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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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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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 we're gonna make the world dance we care about the price tag we care about the uh c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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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about the yeah bubbling bubbling we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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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is that maybe at the best time 我自己作为 我觉得好像 we way更自如一些 梦文视频的紧张啊 我特别紧张 我觉得我跳舞太难看了 我从来就是在舞台上 都是唱慢歌的 一般很少跳舞 这个对我来说 等于说点了我的死去 然后 我也不会说英文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看到她 就是 写的歌词 都是用中文标签的 我说我一定要备好 如果备不好的话 我觉得太丢人了 不是 应该今天是威威的比赛 孟文是来帮帮唱的 可是却感觉是 她是来表演 你来比赛的 怎么回事 妮琳 这是我故意的 你故意这样的 对 因为威威呢 她很性感 但是实话是说 唱功上肯定跟其他妈妈 有所欠缺 所以唱功上不占优势的话 那我一定找一个唱功特别好的 其实孟文不错 刚才跳得不错 当你们俩刚才表演的时候 这两位男士特别的安静 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好看了 我对他们的表现 是不是满意 待会儿再说 我对他们的老公的表现 我非常满意 因为我觉得 如果 我是那个角色的话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受 刚才那一段 对我们来说是精彩的表演 对每一个老公来说 是惊悚的表演 为什么呢 陈磊啊 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怎么思想 对啊 怎么会呢 这么老旧啊 我告诉你 她说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因为什么呢 她现在还是单身 她这句话是通过镜头 说给她未婚妻听的 对对对 就告诉我还是个很传统的 假的 那么对于你马上要派出的 这一组选手和他们的竞争 你怎么看 齐文和轩薛薇薇比性感 就等于是我去和姚明比投篮 我相信齐文一定会安安静静的来震撼大家 那我们太期待了 来看一下叶丹和齐文的表现 我为齐文选择的帮帮窗对象是叶丹 他们两个有共同点 非常热爱音乐 对音乐的追求都非常执着 但是齐文追求的很痛苦 甚至很压抑 而叶丹呢 是在快乐的追求着音乐 富货赛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 但却带给我更大的压力 她的歌声里面总是充满着忧郁 我觉得不够快乐 可能是因为她的压力过大吧 我希望我能给她带来快乐 哪怕是多笑一笑 一丹真的是一个很会让人开心的人 我们每天在一起练习 一起聊梦想 她是我音乐路上的第一个朋友 是我最大的收获 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 我真的输不起 我们一定要赢 Sing hope to make a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a bad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op To make it better Hate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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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下来两个人就手牵手 到现在就没有松开过 我问问气温 如果说让你自己来挑的话 你有没有想过会挑叶丹 我想过 我一定会挑他的 因为总唱那个中文歌 对自己也是没有挑战性 我想换一首英文歌 可是你要知道 今天我们复活夜就这一场比赛 如果你拿自己不太强的一面 去展示给大家的话 万一落败了 这就是永远说再见了 我觉得我并不遗憾呀 我觉得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 那那那那那种 能够把我心情那个情绪带动 就我特别的开心 我更开心的是看到 气温总算是在这个台上笑了 原来他唱歌的时候 总是有一次苦涩 他希望用歌声来安慰自己 但是我们没法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但是今天在他的歌声当中 我觉得他放下了苦涩 他找到了自己 为什么要唱歌的原因 或许这是他自己找到的 或许是叶丹感染他的 那个叶丹和齐文在一起 就是那个电视剧橘子红了 是吧 你把改变了他 我头一次看到 齐文笑得这么开心 一直以来 我觉得他不会笑 只会唱歌 但今天笑得特别好 这点我虽然 你不是我选的 但是我还是特别感动 能看到通过妈妈咪亚舞台上 通过歌声 能够绽放出你 真正属于你的笑容 这个是我们妈妈咪亚最有魔力的地方 所以觉得谢谢叶丹 不用谢 所以齐文的笑容 今天最感染我们大家 咱们究竟怎么样 是由舒军老师来做决定的 我们来有请刚才上过场的 轩薇薇和孟文 四位妈妈 请上对决台 薇薇 还有什么要跟观察员老师 和我们观众说的 陈欣老师 你说了 轩薇只是好看 仅此而已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非常深刻 做梦也会想到 我什么时候说过 这么没有 你可以看回准回播 我也记得 陈欣老师确实说过这句话 对 对不起啊 真的 所以如果 老师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也想在这里展示一下 会唱会跳的妈妈 不代表她就是一个 没有内涵的 不会真正用音乐 打动大家的妈妈 因为这么长时间 我对薇薇的感觉 可能从第一次到现在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真的要去接触 她白天有工作 还要那样的照顾她儿子 我觉得她在台上的这种妩媚 就是为了让她儿子在长大之后 要像妈妈一样自信 像妈妈一样坚强 薇薇加油 我永远 请你 齐文 我站在这里告诉大家 齐文在那以前都过去了 我的那小事不叫事 不管以前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 或者是说多苦 还是怎么样的 我不是 博得大家的同情 也不是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我想三位老师 用你们对音乐的一种执着 对音乐的认知来评判我 给我一个机会 我每次她唱歌 我都会 我都会很忧心去听她唱歌 而且以前我听她唱歌吧 反正唱歌唱得好 有点悲伤的那种感觉 后来就了解了她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 我想改变她 我想让她快乐一点 让她完成她的音乐梦想 比赛进行到今天 我们所有妈妈都拿出了最佳状态 精英解合成为你们 在各自为自己的队友 在舒俊老师这拉拉票 我知道黄舒俊老师 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所以说 不要被那些妩媚的舞姿 给干扰到 你的音乐品味 冲着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 舒俊你看着办吧 我觉得今天这个安排 非常的巧妙 最重要的 今天谁会获胜 是两个人合作之后 有产生化学反应 因为你的对手 如果比你强 可能压制了你 他如果比你弱 可能拖累了你 唯有产生化学变化后 让你表现出 平常表现不出来的那一部分 我觉得今天才是真正算成功的 我觉得在轩薇薇跟孟文 你们这一组来讲 我反倒觉得你们两个 的确有发生这样的化学作用 所以轩薇薇 你今天的确有受到这个刺激 在唱的部分 让我们清楚地听到 你唱歌的程度 这一件是今天你很大的一个收获 那启文 你本来就是以唱 在妈妈咪亚的舞台 让所有的人惊艳 你今天的这个队友 这个叶丹 他的确是一个压制力 很强的一个队友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 很好的刺激你 让你的个性产生很大的转变 转变了个性 也转变了你演唱的一个方式 你可以唱出像黑酒这样的一个风格的东西 我想也是你过去做不到的事情 最后我要决定 今天第一轮的对垒 我的选择是 轩薇薇 孟文 孟文哭得比轩薇薇薇还要走 还有激动 我本来都准备好要说什么的 我本来准备好说 这条路熟门熟路的 哦 这里走的熟门熟路的 那你还得稍后片刻 来 后台休息 两位 谢谢书军啊 谢谢 紧张死我了 我还从来没 所以妈妈咬我 她从来没这么紧张过呢 其实我说句实话 因为我也从小唱歌 我真的很喜欢听启文唱歌 她唱歌能唱到人心里去 哎 我不知道 这个当然今天确确实实就要说再见 这个再见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我们还有一个复活 今天再说再见的话 也就是说这一季的妈妈咪亚 真的跟启文说再见了 挺难受的 我挺难受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叶丹 没有 没有对不起叶丹 我觉得启文他最感动我的 以他的歌声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说你热爱音乐 刚才你唱这首歌 是你人生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点 只有你自己可以把握好 谢谢陈德老师 谢谢 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机会 以后他唱歌唱得那么好 是不是 对 而且启文真是你唱歌唱得特别好 对 我曾经在我的就是舞蹈的之路上 我曾经放弃过很多次 每周想放弃不跳舞的时候 我给我的老师打电话 我老师就说一句话 说你不跳舞谁跳舞 那启文这句话我送给你 你不唱歌谁唱歌 谢谢金老师 真的 真好听 谢谢 金姐给你是对你唱歌的事业的 永远的鼓励 但是我觉得启文 我们在生活上一些鼓励 希望一份快乐的歌声 也会带给你快乐的生活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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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欢迎在第一轮当中胜出的妈妈 轩薇薇 诗运慧 吴瑶 在你们三位当中 能够获得最后站在四月三十号 绽放夜舞台上的名额只有两个 将由轩薇薇 第一个出战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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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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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让我们看到她不同的一面 她到底有几面 下一次才能告诉你答案 现在有几乎一位 吴瑶 请出站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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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真的是一朵鲜花 太精彩了 谢谢 做女人就这样 妈妈咪啊 由国际品质奶粉 余音专家 贝英美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最终的获胜者将获得由 国际品质奶粉 余音专家 贝英美提供的瑞士亲子游 来 让我们有请三位妈妈 登上对决台 每两位可以走上我们4月30号 战放夜的中级舞台呢 将会由101位观众评审团来决定 黄色代表吴瑶 蓝色代表市运会 红色代表宣威威 请举拍 宣威威16票 宣威威8票 吴瑶是26票 目前吴瑶暂时领先 接下来请第二个观众区域的 评审员举拍 目前我们看到 娟威威12票 市运会25票 目前我们看到 娟威威12票 市运会25票 吴瑶14票 最终的总票数是 娟威威28票 市运会33票 吴瑶40票 恭喜吴瑶和市运会 台翻过来的时候 市运会马上就哭了 我觉得那一瞬间 可能她明白 即将要离开舞台的是你 但是微微没有任何眼泪 在安慰市运会 看得出来你们的感情 真的很好很好 If I Ain't Got You 这首歌是有意义的 有很多很多朋友 每天都发消息鼓励我 然后我就想把这首歌 送给她们 你们就是我收获的 最最最最最大的财富 你们就是我收获的 最最最最大的财富 MING PAO CANADA 我叫廖志 来自四川省汉王镇 在08年的5月12日 我经历了文川大地震 在地震当中 我失去了一个宝宝 和我的胸腿 我出医院的那一天 装上了甲子 为什么上苍要带走我的孩子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 它让我体会当妈妈的感受 然后又拿着它 让我去爱更多的孩子 不要老是去看到背后的悲伤 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一个新的生命 新的我 我觉得我的生命 是因为快乐才有意义 好了 让我们有请刚刚诞生的 飞银美妈妈咪亚 全国八强妈妈 在帮帮唱环节当中 为他们帮帮唱的各位搭档 也为自己赢取了 优先选择对手的权利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请 为吴瑶成功复活的安敏捷 来优先选择搭档 我要再选吴瑶 是不是有点残酷了呀 我选择 哎呦他们都太强了 我选择谁会 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的 我讲这个话底气不足啊 好 接下来 是刚才帮助 诗音会成功复活的 孙湘选择 你总决赛的对手搭档 我今天想选的人选 我刚才瞬间想好了 我选晨晨姐 因为春姐一直说 我不会做家务 我衣服破了口子 也是要春姐帮我缝 第二组诞生 接下来是刚才帮助 轩薇薇复活的孟文 我现在这个手都凉了 我觉得比刚才 比赛的时候还紧张 其实 你别自己过去 怎么自己就过去了 我特别无奈 我其实特可爱 刚才 安秉杰出列的时候 他就 哎呦 可能是我 结果不是他 结果孙湘上来的时候 他又以为 会选择他 哎呦 是我 是我 结果又不是你 现在孟文上来了 你估计还是你 肯定是我了 他一直用眼睛瞄着我 今晚咱俩喝酒去 你把我喝倒 真的来了 我决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漂亮 因为我俩都东北人 他哈尔滨的我吉林的 我觉得我们在一块 不管谁输谁赢 我们特有默契 我就为这顿酒 我今天为你选他 好 来 你们俩过来 我就不好奇 也不明白了 干嘛那么高兴 把你俩成为一个自然组合 就高兴成这样 至少咱们两个 玩得好的姐妹 有一个可以进吧 我就这么开心 那我们妈妈咪亚 4月30号的 战放夜的舞台上 将出现的总冠军 就在你们八个人当中 欢迎您登陆 视频网站爱奇艺 搜索妈妈咪亚 为您支持的妈妈加油 您的支持 会决定妈妈们 在4月30号 最后一场 战放夜比赛中的表现 所以如果喜欢她们 请为她们 投上你关键的一票 做女人就这样 妈妈咪亚 由国际品质奶粉 运营专家 贝英美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最终的 获胜选手 将获得由 国际品质奶粉 运营专家 贝英美提供的 瑞士亲子游 最后的三强妈妈 将获得由 周大生 主宝蜻蜓 提供的钻石皇冠 观众朋友 可以登陆 手机三级门户 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 还可以登陆 新浪微博 关注SMC妈妈咪亚 官方微博 参与互动 感谢妈妈咪亚 独家网络互动招募区 新浪微电视的 大力支持 最后特别感谢 贝英美 让妈妈们 华丽转身 我们共同期待 4月30号 绽放夜的 终极舞台 感谢观看